朱素,这位朱元璋的第五子和朱棣的同母帝,似乎在明朝的历史中不太显眼,甚至被视为丢人,而你可知道,这位在朝廷上并不受重视的王子,竟在世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,他的一生看似平凡,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成就,朱素为何在明朝受到冷落,却对世界贡献很大? 他的经历究竟又是怎样的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剧谈室,朱素是朱元璋的第五子,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说法,皇后生皇子五人,张约彪,义文太子,赐爽,封秦王,赐刚,封晋王,赐金上,赐萧,封周王,即朱元璋的前五个儿子皆是马皇后所生,包括朱素,这个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, 但其他结论大多只是猜测和也是孤正,笔者主张,在没有更有利的证据之前,还是以已有的记载为准,朱素出生于元朝治政二十一年,一千三百六十一年,七月初九,他出生时,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站稳脚跟,开始向江西等地扩充地盘,当时朱元璋已经有四个儿子,所以,朱素的出生并没有引起朱元璋的特别重视,朱素七岁那年, 一千三百六十八年,朱元璋登基,在举行登基大典之前,朱素和他的六位兄弟在朱元璋的带领下共同计告太庙,朱元璋说,养成先德,自举兵以来,杜江生子七人,金长子命名约标,次子约爽,三子约刚,四子约地,五子约萧,当时,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们非常满意,希望他们以后都能成为人才, 为大明朝做出贡献,朱素在同治时期便开始启蒙,拥有较好的文武基础,朱元璋称吴王后,严请名师在白虎殿为几个儿子授课,待明朝建立后,朱元璋在皇宫中设立大本堂,包括太子在内的诸多皇子,每天都需要在大本堂读书,朱素便是大本堂的第一批学员,朱素在诸位皇宰中不算太过聪慧, 但他特别善于钻研,在诸多兄长中,他的四哥朱弟只比朱素大一岁,二人平时较为亲近,朱素虽为皇子,但从小身体强壮,他小时候还参与过朱元璋组织的军事演习,获得过朱元璋的赏赐,明朝洪武三年,朱元璋不顾大臣们的劝阻,开始分封藩王,朱元璋的次子朱爽被封为秦王, 帆帝在西安,三子朱刚被封为晋王,帆帝在太元,四子朱爽被封为燕王,帆帝在北平,作为朱元璋的第五子,朱素被封为吴王,帆帝在杭州,不过,就在朱素以为他成年之后会永居在杭州时,情况发生了转变,明是《朱素传》记载,七年,有司请至护卫于杭州,抵约,钱塘才赴帝,不可。 十一年改封周王,朱元璋风帆的目的是让藩王拱卫京师,杭州自古是朝廷的税负重地,如果风帆杭州,虽然能起到拱卫朝廷的目的,但会影响朝廷的税收,因此,到了洪武十一年,朱元璋经过再三斟酌,下旨将朱素的藩帝由杭州改到开封,换句话说,朱骁做了八年的吴王之后,从此变为了周王,要知道, 袁末寒山同发动红金军起义时的口号便是返袁赴宋,朱元璋作为北方红金军一脉,他对北宋故都开封有着不一样的情感,朱元璋登基后,甚至有迁都开封的想法,所以,他把朱素封到开封,也是对朱素的看重, 不仅如此,朱元璋还给朱素找了一门好亲事,约在洪武七年,朱元璋将开国六公爵之一的冯胜的次女,册封为朱素的王妃,冯胜没有儿子,只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许配给了长玉春的长子,郑国公长茂,如此一来,朱素的岳父和连金都是明朝开国六公爵之一, 所以说,朱素在洪武初期,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藩王,朱元璋为了历练朱素,曾将朱素和燕王朱棣一起派往凤阳常住,让他们体验民生为奸,由于燕王朱棣在洪武十三年便去京城就范,因此,朱素在凤阳经营的时间较长,朱素大概在凤阳待了四年的时间,他的长宰朱友顿便生于凤阳,洪武十四年,朱素二十岁,朱元璋命他带着 妻子和儿女启程前往开封,离行前,朱元璋特地嘱托的,说开封乃是宋朝古都,那里虽曾遭受战争的多次洗礼,但宋人的遗风尤在,让他务必爱护百姓,做一个贤王,朱素来到开封后,一直很低调,但是在八年之后,他却整出了一个大动静,撕离封地,在明朝,藩王一旦就翻,没有朝廷旨意,是绝不能离开封地的。 朱肖此举,被开封官员举报,朱元璋开始并不相信,后来派人详查,发现朱素不仅未经请示,离开了开封,而且,他还偷偷溜回了明朝的敏感地区,凤阳,更为凑巧的是,当时朱素的老丈人,手握兵权的宋国公逢圣,也在凤阳,也就是说,朱素不仅犯了藩王私自外出之罪,更可能犯了藩王不得私自和朝中大臣会面的铁律。 事情发生后,朱元璋勃然大怒,明是朱素转云,二十二年,萧细齐国来凤阳,帝怒,将洗之云南,寻旨,史居京师,世子有顿礼凡事。 朱元璋下旨将朱素流放到云南,朱王府的一切事物由朱素的长在朱友顿接管,这个处罚不可谓不重。 红武年间,秦王朱爽,晋王朱刚等藩王都屡犯大错,但朱元璋从未如此重罚过他们,那为何朱素却如此倒霉呢? 原因很简单,朱元璋担心一个敌出的皇子和他手握重拳的岳父串联。 二人有可能图谋不轨,注意,虽然只是可能,但却犯了朱元璋的机会。 朱元璋虽然有护短的毛病,但他对这种可能颠覆设计的举动绝不留情,这就是他重罚朱霄的原因。 朱素在云南待了近一年的时间,在明朝的西南边陲,朱素看到百姓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,在燕障之地,百姓缺一少食,疾病频繁。 这一现象对朱素产生了浓烈的影响,这为他后半生的作为,埋下了伏笔。 一年后,朱元璋觉得是时候让朱素回南京听取他的教诲了,于是又下旨把朱素召回京城。 洪武二十四年,朱霄在南京被朱元璋教育了一年之后,重回开封接管藩物,朱霄刚到开封后,便着手做一件立国立民的事情。 他利用自己藩王的身份,广泛召集刘淳,腾朔、李恒、瞿佑等名医,让他们收集各类药方资料,这些资料都被他打上开封周底图书假的翻的标记,最后编成绣真方遗书。 另外,朱素在云南看到很多鸡民吃一些不知名的植物,他心有所感,专门在周王府设立了一个植物园,用来种植那些可以食用的植物,以供自己研究。 洪武三十一年,朱元璋驾崩,皇太孙朱允文登基,是为建文帝,朱允文从登基的第一天起,便对藩王十分忌惮,在黄泽成,齐太等人的怂恿下,朱允文开始学藩,当时,秦王朱爽,晋王朱刚都已去世,诸位皇叔中,属燕王朱弟的年龄最长,且能力最强,齐太的建议是先薛燕王,但黄泽成认为,燕王在洪武年间功勋卓著, 并无过错,且势大难途,而周王朱素是朱弟的同母帝,他在洪武年间就曾犯过大错,如果先削周王朱霄,不仅师叔有名,而且还能剪除燕王朱弟的语义。 朱允文当时立足未稳,也不想急于对付燕王,于是便决定拿周王下手。 巧合的是,正在这个时候,周王府也闹出了一个大笑话,由于朱霄一直器重自己的长载朱友顿,周王柿子,他的次子朱友逊,汝南郡王, 基于兄长的柿子之位,朱允文登基没多久,朱友逊便上奏给朱允文,说自己的父兄图谋不轨, 朱祖本来就有前科,如今父子不和,竟然被亲生儿子举报,一时间周王府脸都丢尽了,朱允文正巧在准备对付朱霄,朱友逊送来的奏折,好像是给瞌睡的朱允文送了一个枕头。 于是,朱允文便以此为借口学周王,洪武三十一年八月,在朱元璋去世上部族三个月内,朱允文命曹国公李景龙,李文忠之子, 以练兵的名义,率兵路过开封,在朱肃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袭了周王府,朱肃和他的几个儿子均被抓获。 李景龙当场宣布圣旨,查封周王府将朱肃和他的长子贬为庶人,流放到云南,这是朱肃第二次来到云南,第一次他是以有罪的皇子身份而来,那一次他对植物和中草药产生了兴趣,这一次他被贬为庶民,再次来到云南后, 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得更加深刻,他看到更多的百姓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啃树皮,吃草根等,他便励志,若自己还能恢复王决,抵当想办法拯救鸡民, 朱肃在云南最底层待了三年多,底层消息闭塞,朱肃专心研究他的植物学。 这期间,他有四位弟弟被朱允文贬为庶民,他的十二弟朱伯,乡王被朝廷所逼,自焚而死,而他的亲哥哥朱棣选择放手一搏,发动了靖南之意。 到了建文四年,朱允文派人接周王朱肃入京,将他囚禁于南京,这时朱肃才知道,靖南之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 到了六月,朱棣正式入主南京,朱肖长须一口气,因为他不仅被恢复了王爵,还被朱棣加了五千担的俸禄。 当年,他返回封地开封,到了开封后,朱肃几乎不再管藩物,他每天沉迷于对草本植物的研究。 在腾朔和刘纯的帮助下,朱肃亲自编写了中伊典籍,普济方,永了二年,朱肃被召回南京,朱棣亲自设宴招待亲弟弟。 在席间,朱棣以开封有何换为由,提出有意把朱肖改封到洛阳,朱肖拒绝了,他说开封堤坝坚固,且自己正在开封研究职务,恳请让他继续留在开封,为了让朱棣相信自己。 朱肃还把自己编撰的普济方,呈给朱棣,朱棣看完后大喜,在送他回去时,给了他丰厚的赏赐,到了永乐四年,朱肃又编了一部旷世奇作《旧荒本草》。 这部旧荒本草,是中国先有的植物学专著,更准确地说,它是一本可食用植物的全集,即,这部书中记载的植物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,朱肃不仅沿袭了古人记载的138种植物,还新增了276种,他把这414种植物分为草,木、米谷、果、菜物大类,每种都配有木壳插图。 在当时,旧荒本草,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朱棣听文后,特地下誓由朝廷帮朱肃刊印此书,需要说明的是,旧荒本草的编撰非常严谨,有许多植物的药用和食用价值。 朱肖都专门请人测试过,一些植物的特点甚至是朱肖亲自观察并记载的,在此后的若干年,旧荒本草,被翻课了十多次,几乎成了医者们必读的一部重要点集。 总之,朱肖的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学、医学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,下文还会继续说明,实际上,朱肖在开封研究植物的事情。 远在京城的朱肖一清二楚,由于朱肖是通过靖南登基的,他深知藩王对朝廷的威胁,所以朱肖登基后,一方面派人对各大藩王进行严密的监视,另一方面也开始学藩,朱肖作为藩王中年龄最大者,自然逃不过朱肖的监视,看到朱肖沉迷于自己的事业,朱肖还是十分满意的。 永乐十八年,有人揣摩朱肖的心思,弹劾朱肖整日不理番物,再辅佐密谋其他,可能有图谋不轨的举动。 朱肖惊骇,盲上输给朱肖,请求到京城自便,到京城后,朱肖向朱肖磕头认错。 朱肖虽然没有追究朱肖,但朱肖主动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三位兵马交给朝廷,以表示自己绝无造反的心思。 永乐二十二年,明成祖朱肖在北征归途中驾崩,朱肖十分悲痛,请指到京城奔丧。 明人宗朱高赤同意了朱肖的请求,朱肖到达北京后,朱高赤对自己的这位武叔非常礼遇。 朱肖离开北京时,朱高赤将他的俸禄追加到了两万十,一年后,朱肖病逝于封地。 当时朱高赤已经病逝,明宣宗朱瞻基位朱肖绰朝,视其号为定。 朱定王朱肖虽然死了,但他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结束。 朱定王朱肖给后人共留下了四部作品,分别是《宝生鱼录》、《秀真方》、《普济方》和《九荒本草》,这四部书籍都可以称作归宝。 最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都是周王府自主编则而成的,需要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想而知。 其中,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《九荒本草》,《九荒本草》不同于其他的遗书。 它是一本植物学专著,朱肃当年看到云南百姓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吃野草,啃树皮,因此编撰了这部以食用植物为主的专书,正如他的书名一样。 朱肃编撰这部书的目的,是希望在荒年的时候救活更多的人,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功德,中国古代讲究要是同源,所以这部著作实际上是把植物学从传统的《本草学》中专门分化出来,堪称中国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。 明朝中期,李时珍在编写《本草纲目》时,对朱肃的《九荒本草》,以及秀真方、土济方,多有引用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,以及四库全书,也对朱肃的作品进行全文采集,明朝末年,《九荒本草》传到了日本。 书中对植物的详细记载让日本学者们惊叹,受这部书的影响,日本先后衍生了《九荒列》、《荒年石良志》等十余部作品,其中,日本最为著名的植物学书籍《直学起源》也得益于《九荒本草》,后来《九荒本草》流传到了俄国乃至欧洲,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,大部分学者认为,该书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且到现在为止, 仍然是最好的《九荒类可食植物》的专注,随着它被翻译成多过文字并衍生更多的书籍,它对全人类的九荒工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